而且為了挽救國民黨低迷的選情呢 現在傳出要修改黨規 讓立法院長王金平可以續任 不分區立委的計畫 這可能有譜了 不過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今天表示 2016的不分區提名 黨內根本就還沒有開始討論 其實我們不分區還沒有開始討論 我們一定會以包容社會大眾 所期待的優秀人才 然後來做最大的考量 應該是9月底10月才會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看到朱立倫強調說 國民黨內部還沒有走到這個階段 另外現在傳出 國民黨不分區有可能會爭取名嘴 王志賢出馬 朱立倫也強調 我這個八字都還沒有一撇 最快要到9月底才可能會有點眉目